真没想到有一天安卓平板居然会扎堆的冒新品啊 你要是放在两年前 那一说平板平板那肯定是选iPad 安卓平板是啥 要生态没生态 要配置没配置 要好用不好用 就是一大屏手机 也就华为还在坚持做 其他厂商有些自己都已经放弃治疗了 然而我们今天这桌上摆着了 你看华为MatePad 11 小米平板5和5Pro 荣耀V7Pro连联想都开始做平板了 再加上我们熟悉的iPad 这2000元档的平价盖泡面神器的称号 到底得花落谁家呢? 它们和更强大的iPad Air和iPad Pro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 说实话我今天还挺好奇的 所以我们就花了点时间好好玩弄一下这位平板吧 哎呀你这让我一上手一玩弄呢 我首先能感受到的差别肯定是做工上面的差别 要不你来猜猜看 这几个平板里谁的做工最好? 是这个小米呢? 还是华为? 还是这个不算啊 其实如果你没摸过真机的话呢 你还真不一定能猜到 我觉得联想小新这台平板 反而是这里面做工最好的一台 因为它是唯一台CNC一体成型全金属机身的机器 这个就跟iPad Pro一样 是从一整块金属上缺销下来的 所以你摸它的边角 它这个过度手感是很自然的 包括你和其他几台机器对比来看的话 联想这个屏幕是没有任何突出的 它是完全被CNC的机身裹住的 所以整个机器就非常的薄 而且它的屏幕是这里面最大的 屏占比也是最高的 在这个情况下 它反而是这里面最轻的一台机器 所以这个联想的小新Pad Pro 摸起来就完全是一个高端平板的感觉 挺舒服的 完全不像一个2000元价位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做工有iPad Pro的水平了 剩下的这几台里面 这个荣耀的V7 Pro做工也还不错 金属边框加上素皮贝壳 这个素皮至少摸起来不廉价 还挺有档次的 而且颜色看起来也很精致 我选了这个深邃的蓝色 海蓝色 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看的 可惜啊 这个荣耀这台平板呢 也就这一个优点了 华为的机器和小米的机器 论做工说实话还是比较差的 尤其是华为 MadePad 11最大的一个槽点 应该就是这个全塑料机身了 不仅背壳是塑料的 就连边框也是塑料的 这塑料机身呢 就会带来三个问题 一 手感差 二 散热差 三 不耐燥 你看我这个边框啊 塑料边框我都没用多久 没怎么用呢 很容易就刻出痕来了 对吧 客观来说 华为MadePad 11 摸起来也绝对是 这里面所有机器最廉价的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千元机嘛 省钱是省在最显眼的地方了 但好在 它和荣耀那台恰恰相反 它除了摸起来有点廉价之外 其他其实都还不错 至于这个小米平板5呢 我觉得 有点一言难尽吧 乍一看 它的做工好像还可以 金属边框加上塑料贝壳 光看照片 你是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的 但你一上手 问题就大了 首先 它的屏幕高出了机身一大截 这屏幕凸起的感觉像拿双面胶摘上去的一样 不仅工艺看起来丑 你摸到屏幕边框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割影 更割影的是背面 金属边框和塑料贝壳衔接的地方 实在是太歌手了 这边框完全没有做过处理 感觉枫叶都能给我剃胡子了 再让两个材质完全不一样 你握在手里就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你知道像什么吗 就像是一台组装机一样 拼凑感特别强 但有一说一 小米好歹还用了一个全新模具 所以比起这一位来还是强太多了 这个iPad 2020最low的一台iPad 没有全面屏幕说 它用的还是一个非全贴合的屏幕 Switch同款工艺 虽然说是一个金属机身 但是你敲敲着背壳 总感觉里面是空空的 集成度显然不是很高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模具是从2013年的iPad Air上传承下来的 现在都过去8年了 还在用 合着你是真想用半个世纪啊 这个廉价iPad说真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台2021年应有的产品啊 不过活在8年前也有活在8年前的好处啊 这是在座唯一台装了3.5毫米耳机孔的平板 怎么着 极为先进是吧 简单来说 做工品质上我会给到这样的排名 咱们摸完机身是不是该用一用了呢? 咱们摸完机身是不是该用一用了呢? 哎 那对于一台影音娱乐品们来说 最重要的肯定就是视和听 对吧? 你说我看个片嘛 这个屏幕画质和喇叭音质 我觉得是比什么都有用的 那我们就来先讲讲屏幕好了 首先筛出一个最烂呢 我觉得猜都不用猜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iPad 2020对吧? 它烂不光是烂在这一块非全贴合的屏幕上 它还是在座唯一台 不支持DCI-P3色域的平板 它就是以sRGB为标准啊 用的时候呢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颜色是有点暗淡啊 高刷就更不用说了 想都不敢想啊 而且对于影音来说 这个iPad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屏幕比例 这块4比3的屏 用来看16比9的宽屏内容还是稍微淡疼了一点 上下两条大黑边 看这个21比9的超宽屏更是痛苦面具啊 不过这也不全是坏数吧 毕竟弹幕是可以显示在这两个黑边里面的 不会挡到画面 搞不好就有人耗这一口呢 相比起iPad 2020 这小米和华为的屏幕显然要好得很多啊 这两家用的屏幕素质都是非常接近啊 大概是90%的DCI-P3色域 都是11寸都是LCD 分辨率都是2560×1600 而且都是120Hz的高刷 这让我一度怀疑它们两用的是同一块屏啊 从显示效果来讲呢 我觉得这俩都挺好的 完全可以满足看片看剧的需要啊 但是论屏幕 这还有比它们更好的 就是联想小新Pad Pro上的这一款OLED屏 OLED呦 这么大尺寸的OLED啊 而且还是2.5K的分辨率 90Hz高刷 真的是下了血本啊 实测小新的这一块屏幕素质呢 也是明显高于其他几代机器 接近100%的DCI-P3 颜色表现很不错 而且用了OLED之后啊 对于HDR内容的支持也会比较容易一些啊 我们拿赛博朋克2077的演示视频对比了一下 这个小新确实对比度明显更强 颜色也表现更好一些 再加上它的可视角度 也要比小米华为的这两块屏给力很多 的确可以说这帮屏幕里 屏幕素质最好的一块了 不过联想这块完美屏 也有不够完美的地方 就是它的亮度还是有点不太高 峰值亮度说是有600尼测 但是如果你不用极限去激发它的话 最高也就400多啊 想象这个亮度看高规格的偏还是有点不爽的 但你想它这个也就2000多块钱的一个平板 对吧 所以咱们也就别太苛刻了啊 至于荣耀平板的这块屏 相对来说要稍微差一些 覆盖了86%的DCI-P3和96%的SRGB 这个表现也算合格了 但是确实要稍微不如小米和华为的那块屏幕 这个是讲完了 是不是该聊一下听了呢? 外放嘛 绝对是平板的重中之重 那咱们就别废话 直接来听一下它们的外放效果 要不这样吧 咱们先来放一个标杆好了 这个是11寸的iPad Pro 大家公认的这个尺寸下音质最好的平板 嗯 这个iPad Pro的外放显然是非常不错的 这都是意料之中了 那么iPad Air 4的表现如何呢? 这个Air 4的外放就差点意思了 四组喇叭阉割成了两组之后 没了分屏 它和iPad Pro的差距很大 实在是不能算什么好的音质 现在你知道了Air 4和Pro大概是什么水平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小米平板5 首先是这个基础款 小米这个基础版的外放说实话挺烂的啊 很显然不如iPad Pro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了 米平板5这个基础款是4喇叭的 那我们来听一下米平板5Pro的8喇叭效果会怎么样呢? 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这个Pro明显要比基础版强很多啊 确实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说实话小米平板5Pro这个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完全已经可以满足看片的需求了 但是和iPad Pro还是差挺远的 我觉得这两个米平板5的声音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把声场拉得特别特别大 听起来好像很空灵的样子 挺有意思的 要我们来听一下华为MatePad 11的外访吧 这个能不能打得过小米呢? 诶?可以啊华为 诶?不错啊 这个四喇叭好像不输给小米的八喇叭 我觉得非常好啊 你知道华为这个声音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人声特别的结实特别的突出 然后人一唱歌背景的乐器就要稍微的隐藏起来一点了 我觉得这个调音其实挺适合电视剧和电影的 但是听歌的话 如果面对一些乐器特别复杂的音乐 它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还原了 小米和华为听起来都还不错 那么华为的兄弟荣耀呢? 这个外放感觉一般般嘛 明显没有华为好啊 但我觉得还是比iPad Air 4和小米平板5的基础款要稍微好一些的 至于联想小新这台的表现呢 这个我觉得也挺一般的 应该还是不太比得上小米和Pro和华为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也要比接下来的这位选手要强了 怎么说呢? 前面的再烂啊 好歹比这个横过来没有立体声的iPad 2020还是强了一大截的 这个直接摆烂了呀 其实严格来说iPad 2020是支持立体声的 只不过它左右两个喇叭都是放在底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模具方方面面都很过时对吧 它完全就没有考虑现在的视频外放的需求嘛 小接一下视听这一块我给出这样的盘名 接下来要聊一聊重头戏了 就是性能 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拿手的部分了 今年的这些安卓平板 我觉得相比以往最吸引人的点也就在这里了 它们配置都给的挺高的 不像以前那样都喜欢用中端芯片去做 这一次小米在平板5和Pro上呢 分别是给了860和870 这个860是855超频 870也是865超频 都是以前的旗舰芯片 换个马甲啊 那么游戏性能都是挺值得期待的 联想这边用的也是骁龙870 而华为则给MatePad 11用了骁龙865 这些芯片的理论性能 我觉得各位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包括这台iPad 2020上的这颗A12 这个也是我们节目里的老常客了 但是这里有一位是新来的 就是荣耀V7 Pro的这颗 联发科迅坤1300T 这个迅坤是联发科为平板这类大型设备准备的新平台 但是你不要看它数字大 1300T 其实它的规格只和天玑1100差不多 实际我们跑了一下分 Geekbench 5里果然不出所要 这个发哥的迅坤1300T是不如天玑1200的 而iPad上的这颗A12 尽管CPU多核有点过时了 但是这个单核接近888的水平放到今天依然不落后 这样的优势在GPU部分会更加明显 论峰值性能 iPad上的这颗A12 GPU也是接近888的水平 比起870还要再强一点 看来在平板上解除了散热风印之后 A12这颗三年前的老核弹 对比安卓阵营依然是丝毫不落下风了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峰值性能其实也就说着玩玩 尤其是在手机上的发热降频是太普遍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拿出光明山脉 来看看它这个GPU的持久力怎么样 我本来想是说 这个平板上面会不会散热好很多 更持久呢 不降频了呢 结果这么一测完 有这么几台机器的GPU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点名批评MatePad 11 华为的塑料机身确实不靠谱 就连865这么节能的处理器 在MatePad 11里也出现了大量的GPU降频 它这个帧数甚至还比不上我手里的S20 这个可是最烂865 一个平板的GPU跑得比手机还保守 这个是我真没想到的 那么第二个要批评的 就是荣耀这颗驯坤1300T 我本来想着你既然跟天际1100一个规格 你这么烂的规格 好歹你GPU别降频了吧 结果 你看荣耀这个曲线 哎呀 你这回到970时代了是吧 然后你看功耗 最低亮度整机没降频前能到8W以上 你这电池是精子做的 还是散热是精子做的 太离谱了 我觉得发哥这平板U不行是一方面 然后荣耀这个素皮 很显然也会对它的散热有些负面的影响 当然了有表现差的 自然也就有表现好的 小米的这两台平板 GPU表现就还不错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降频 基础款的860平均帧 甚至赶上了华为降频后的865了 联想的表现也很稳定 相信联想的全金属机身 绝对是对散热有正向作用的 而苹果这边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 iPad 2020上的这颗A12是延续了苹果的光荣蝉筒 一上来就跑老高 然后慢慢降频到865的水平 这个也算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表现了 然而iPad Air 4的这颗A14就比较骚了 它这个A14是完全不降频的 稳稳跑在40帧 这个跟iPhone上的表现真是太不一样了 足以看出 A14这颗芯片本身比起苹果之前的那些核弹 省心不少 用平板去压它真的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我有点期待 iPad mini 6又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不过咱们测的这么多都是一些理论性能 实际到游戏里面表现又会怎样呢? 这个就要轮到原神说话了 毕竟原神这两天已经更新了2.1版本了 自从开了到期之后 对于硬件的要求也是挺高的 再说了 现在雷神都进尺子了 你要是帧数不够高 你好意思把雷神取回家吗? 言归正转 咱们先别急着跑 原神这个游戏有个特点 就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它的画质设定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分辨率 iOS端和安卓端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再次祭出鼠毛大法 把这里每一台机器的实际渲染分辨率给数了出来 可以看到 安卓端这些平板能达到的分辨率 其实都是比开服那会儿的720P要稍微高一点的 这里就小米平板5的基础款是720P 其他几个都可以达到800多P了 但是它们都没有iOS来得很啊 哪怕在这个最烂的乞丐版iPad上 原神的最高分辨率也可以达到1656x1242 比安卓端高出了50%以上了 更有意思的是 我哪怕在这台iPad上开最低分辨率 它也能达到1136x852 iPad这个最低分辨率也快赶上安卓的最高分辨率了 这个还只是iPad 2020 你要是拿A24的话分辨率还要更高 所以你看在iPad上玩原神 它的画面体验本来就和安卓版不太一样了 但是据说鸿蒙后面也要适配原神的1080P分辨率了 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的硬件压力到底会有多大 咱们还是废话别多说了 老规矩来到黎岳港晚上灯火通明跑一下主干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米这两台平板的表现 小米平板5的分辨率要稍微低于Pro 但是跑下来结果这俩的帧数却差不多 都是平均46帧左右 这个860的性能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甚至米版5Pro这颗870 在我们的测试中还出现了更多的小卡顿 而基础款的860反而相对稳定一点 查看调度你会发现Pro上的这颗870频率非常保守 大核全程只能跑2.0G 这要不卡就有鬼了 感觉Pro的游戏性能还是有不小的优化空间的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如果你考虑价格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基础款反而是更值一点 然后就是华为的MatePad 11了 刚刚的光明山脉里面 华为的GPU非常拉垮 但是到了原神里面 我们开着性能模式 它的表现反倒比我想的要好一些 平均帧率49帧 反而要比小米还高了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CPU的调度就看到了 华为虽然GPU很保守 但是CPU非常的高 前半段这个频率是直接干到满了 但是由于机身的散热不行 干一会儿就得歇歇 所以后面就开始降频了 长期来看其实游戏体验也没有比小米这个Pro好到哪里去吧 不过已经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了 毕竟之前那个测试里实在是很拉垮 联想这边的帧数也是很接近 平均大概是48帧 我觉得体验上和华为和小米都差不多吧 散热也做得不错 但是荣耀这台机器就不一样了 你光看跑分 这个发哥的1300T甚至还不比865差呢 但是这个原神只能跑40帧啊 很显然有点拉垮 而且到了后半段也开始过热帐屏了 长期的游戏体验显然不会好的 可能算是这里面最差的一台了吧 荣耀这台V7 Pro依然是高分低能啊 安卓看完了 那么iPad的表现如何呢? 如果我们开最高渲染分辨率 也就是1656×1242的话 那这个乞丐版的iPad很显然是撑不住的 这颗A12只能跑到平均35帧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渲染分辨率开到最低 也就是136×852 这个和我们刚刚讲的安卓端最高是比较接近的 然后其他画质保持最高 这样跑下来就轻松多了 这颗A12是可以接近60帧去运行的 到了后半段也会出现降频 但是平均还是可以跑到57帧左右吧 体验前要比安卓端的有些40几帧要好很多了 我觉得能跑到这样的帧数 主要还是归功于苹果这颗火星级的大核 A12虽然老了能耗比也不太行了 但是这个大核性能在游戏里还是非常顶的 作为参考我们也跑了一下iPad Air 4 Air 4的分辨率还要高 所以全开的话性能也不是很理想 只有不到40帧 但你一旦把它降到最低的渲染分辨率 也就是大概952P左右的话 它的性能就一下子上来了 能够很稳定地维持在60帧运行原神 这个A14的底子还是很优秀的 但你非要让它跑2K分辨率 很显然也不太现实嘛 简单总结一下原神的性能 这几个安卓平板除了荣耀最烂之外 其实都差不多 让我选我会选小米平板5的基础款 虽然它的分辨率要稍微低一些 但它便宜啊对吧?比其他几台便宜500块的情况下 帧数差不多 那我觉得这个500块省下来还是值了 这里面游戏性能最好的其实是iPad 但是基础款的iPad你也知道 我推荐就是在坑你对吧?性能强又如何呢? 但iPad Air 4又贵了不少 所以这个就只能由你自己来掂量了 咱们接着来讲讲系统体验 一说系统体验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苹果华为其他的都不行 这个话说的也有点道理 小米这次的平板系统 当然比起4那个时候是好了很多的 至少像平行世界或者小窗这样的功能 该有的都有了 我不会觉得这是一部大号手机 但是你也会感觉到它还是没有对平板的使用习惯做好油画 比如说你没办法从底部的边上这个位置换出后台 你只有在中间这点范围内才能切出后台来 这个在横屏使用的时候非常的难受啊 这么大一个平板你让我怎么切后台啊? 再比如小窗模式的字对吧? 这字也忒小一点吧? 合着你这小窗模式是等比缩小的是吧? 连DPI都不该改的吗? 相比之下华为的小窗是一个正常的手机缩放比例 那么显然看起来就要舒服很多了 操作起来更加人性化啊 华为还可以开不止一个小窗 而且更重要的是 华为的小窗是可以从侧边快捷换出的 而小米的小窗必须要从后台换出来 这个在手机上我倒不介意 但平板上这么高的动作跨度也忒大了点嘛 再让这个后台本来就很难用 真的是委屈手小的人了 那包括它的平行世界 有一些应用可以左右调人比例 有一些又不可以调 你比如网易原因对吧? 它在华为上是可以左右调人的 到了小米这就不能调了 小米这个平板系统不成熟的地方 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 就是和手机的联动上 苹果的iPad和iPhone之间是可以形成联动的 你iPhone收到的验证码可以自动填进iPad里面 iPhone复制的文字可以在iPad上粘贴 iPhone看到一半的网页可以继续在iPad上看 iPhone的网络可以不用开热点直接共享给iPad 甚至应用层面也有联动 比如你在iPad里拿库越队编一个曲 你可以拿iPhone在旁边辅助参与同一个项目 这些都是苹果生态带来的优势 华为的超级终端也是一样的 前面有一些功能华为也可以实现 然后它的多屏协同还能做到把手机投屏到平板上 不光是投屏 你还可以把文件从手机拖进平板里面 这两家厂商都是真正把平板和手机的生态给打通了 融汇贯通了 但是你看小米平板和小米手机之间有没有什么联动呢? 没有 至少目前什么也没有 平板就是平板 手机就是手机 你用小米的手机并不会给你用小米平板在任何方面 除了可能你们相册是云同步的之外 这个点我认为是小米系统急需改进的一个方面 当然我们对小米的要求可能有点高了 提了好多的意见 其实联想这边也没有做得很好 这台小新Pad Pro有一些功能还是有的 比如说平行世界封屏这些 但是像小窗它就没做 包括它的平行世界比小米做得还要差 因为在任何应用里它都没办法调整左右的比例 不过联想也做了一些独特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PC模式就挺好的 像小米的PC模式现在还是MIX Fold独占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更新到咱们平板上 至于荣耀这台机器呢 哎呀我们都已经忽视它了 它这个系统倒是还算好用 因为它用的就是华为的系统 只不过为了避嫌很多东西都改名了而已 你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上面这个菜单 你不说一模一样那也是非常相似了吧 然后华为中间的性能模式 荣耀这个叫Hunter Boost 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嘛 所以我都不用说你也知道荣耀这个系统怎么样了 系统体验是一方面 那么软件生态又是另一方面了 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iPad比安卓当然是要稍微好一些的 但是其实也是菜积互拙吧 说是稍微好一点呢 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应用它就只给iPad做HD版 你像网易云就是这样的 安卓端根本就没做HD版 只能靠平行世界了 另一方面就是iPad上的各种独占应用 比如Notability LumaFusion 还有Affinity Photo 各种各样 这我就不多提了 我今天也不是很想聊生产力 你只要知道iPad的软件生态还是要比安卓强一些的 但是说他们菜积互拙那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我堂堂搭iPad好多应用还是没适配啊 你像最垃圾的这个例子我都不用举了 淘宝这个HD版两年没更新了 我进去一看都傻眼了 这个UI是哪个智障设计师设计的啊 然后我就下了一个普通版 你看这个就是手机版加一个平行世界嘛 搞到最后iPad逛淘宝最舒服的还是用浏览器 哇靠这就很尴尬呀 像淘宝这样在iPad上摆烂的应用还有很多很多啊 所以你说软件生态谁更强呢 那肯定是iPad更强 但也说那样吧 好多该有的软件它还是没有了 对于一个平板来说 除了性能和生态之外 什么最重要呢 我觉得是续航 这是这些平板的硬件配置和电池容量 你们可以猜猜看谁的续航坚持了最久 来 我们先300尼特亮度加外放 连着不停的玩原神 看看游戏续航的情况 结果游戏的部分 小米的续航表现倒是真的不错 尤其是Pro版本 居然坚持了5个多小时 这个续航比其他所有的机器多要久 普通版小米平板的续航也不错 但是和Pro版的差距稍微有点大 我觉得主要是处理器功耗的区别 870的能耗比还是要比860强不少的 然后联想这台的续航表现也不错 华为和iPad的续航就一般般了 尤其是iPad的乞丐版还不支持PD充电 你差多快的充电器都只有12W公里 所以用完电你就只能慢慢等了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荣耀V7 Pro拉垮呀 荣耀只坚持了3个半小时 这也忒短了一点嘛 哎呀 发哥这个新平台的能耗比是真的不行啊 当然了 原神是属于游戏测试 这个肯定是负载比较高的吧 所以我们也测了一下稍微正常一点的 比如说B站视频回放续航 我们统一定在300尼特亮度 每台机器都用最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然后开启弹幕测一下B站视频回放续航 用的是1080P 60帧的基尼泰美 这个单曲循环结果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 续航最久的还是这台小米平板5Pro 但是华为这次的表现倒是比游戏好了很多 看视频能够坚持8个小时了 续航没有像游戏这么烂了 这里面最大电眼镜的是联想 刚刚明明游戏能够坚持很久 结果我们开始弹幕看B站 续航只能再延长1个小时 这个显然又有问题吧 游戏的负载毕竟要比B站要高很多 怎么可能这点差距呢 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是弹幕在这里消耗了很大的电量 另一个就是更新系统之后 联想这台机器续航反而更短了 很显然现在的系统调度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联想这个平板测下来续航发挥就有点不稳定了 像荣耀的续航就很稳定 玩游戏也短 看视频也短 对吧 嘿嘿 不过这几台2000价位的平板 其实都不是续航最烂的 你知道续航最烂的平板是谁吗 是iPad Air 4 iPad Air 4玩原神只能坚持3小时20分钟 比刚才最短的荣耀还要短 这还是在更新iPadOS 15 Beta之后的结果 如果用14.7.1的话还要再短20分钟 当然游戏部分你可以说它情有可原 因为就算开最低分辨率 Air 4的负载还是比安卓高 帧率也要比安卓高 可以理解 但是你看视频总没理由的吧 Air 4放B站视频开弹幕只能放5小时42分钟 只能看6小时不到的视频 比最差的荣耀还要短很多 一开手来觉得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这个屏幕是不是有问题 于是我又买了一台全新的Air 4 结果一测发现 这个功耗还是原来那个功耗 原因主要是出在屏幕上面 Air 4这个屏幕 你把它开到300nit的亮度 什么都不干 静置就有4W的功耗 其他就是所有的机器都只有3W功耗 包括iPad Pro 同样亮度下也是3W 你说你屏幕功耗比iPad Pro还要再高1W 这我是真的不能理解 难道苹果这个60Hz的屏工艺更老旧吗? 我不敢说 但反正结果就是 A4的续航在同样屏幕开到比较亮的条件下 比iPad Pro 比iPad普通版 还有所有的安卓平板都要差 那这样总体看下来 续航表现最好的 这里面还是小米平板Pro 所以如果你优先考虑用了久的话 这个Pro确实是最值得推荐的 之前聊性能的时候 有一点我没提到 就是这几个安卓平板内存都是6G起步 这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6G内存在安卓上真的已经不够用了 我自己在用MatePad Pro玩原神的时候 就多次遇到杀后台的问题 切出去一会儿再回来这个游戏可能就没了 所以你也别觉得平板上玩游戏体验就一定比手机好 至少用了865和888的手机 绝大多数都配了8G以上的内存 至于iPad这个就更搞笑了 2021年了 居然还在卖32G空间起步的产品 其他家都是128G起步 你这个32G也忒离谱了吧 最搞笑的是 它这个32G还是个NVMe的32G 讲道理 这个大概是我见过容量最小的NVMe了 然而我们跑了一下它的速度 哇擦 100MB每秒 啊 这个写入速度还没我TF垮快 你这个NVMe真的挺搞笑的 这么慢的NVMe你见过没 是不是长见识了 所以买这些平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低配配置 你要是对体验稍微有点要求 那就该加钱的还是得加钱 这个视频做到这里已经有8000个字了 虽然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 但是再说下去就真的没底了 那我就简单总结一下 小米联想和华为 这个四台机器都挺好的 它们各有侧重点吧 像华为系统做得比较好 联想是硬件做得不错 小米Pro的续航最久 而普通版就是最便宜 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 那大家各取所需嘛 看你用来干嘛了 对吧 反正买哪个我觉得都不亏 像苹果这边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了 一方面iPadOS这个系统 在移动设备里确实是无敌的存在 另一方面 这个乞丐版iPad 除了系统和性能之外 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对于影音娱乐来说 它这个体验真的极为痛苦 所以只有在你必须用苹果生态 又正好加不起前商Air和Pro才会去考虑这个乞丐版iPad 否则我真的不推荐它 至于这个荣耀平板呢 啊 妹 只能说实体店线下摸得着的部分它做得还行 你别说人家实体店一摸 哎呀 这手感比华为那个好 兴许就买了呢 你说是吧 话说回来 我们这里点评了只是2000多价位的这些Pad 你要是觉得这些你都不满意 那你大可不必把自己限在这个范围内 加点钱的话 有些同学可能会选三星的S7 或者像我自己的话 我会选择官翻的iPad Pro 2018 11寸款 就是我自己现在用的这台 价格跟A4是差不多的 但是方方面面都要更强 这个也是我很推荐的一款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我们测的数据是我们测的数据 我们做的视频是我们做的视频 你要是喜欢我们的视频 信任我们的数据 那你光点个赞投个B就够了 希望大家不要在我们这刷其他的up主 或者到其他up主那边刷我们的名字 我们不是你的信用卡 不能随便刷的 到头来各种带节奏 还是得我们帮忙擦屁股 弄得我们也很尴尬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下弹幕礼仪 你喜欢谁的视频呢 你就用这个实际行动说话就够了 好的 多的我也不说了 那么祝在座开学的同学 学生朋友开学快乐 我们以后有缘再见了 拜拜